什么是旅行车 不管是一些老司机还是很多新手司机 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更多的答案都是汽车没有尾部 实际上旅行车就是把轿车的后备箱设计得和车顶一样高 这边要提的一点就是 旅行车和溜备车不是一个概念 就比如奥迪A7 帕拉梅拉都只能算是溜备 不是旅行车 咱们平时在大街上很少能看到一辆旅行车 这是怎么回事 要知道旅行车才国外可是畅想产品 首先就是外观的原因了 通常A7优位和轿车都会在车头和车尾做上一些比较特殊的设计 用来彰显车辆的美感 而咱们中国人的审美就是看在细节上 旅行车不管它如何设计 都只能在车头上用心 在尾部始终都缺少设计感 所以很多车主从审美上就觉得旅行车没有其他车型好看 其次第二个原因就是面子原因了 这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人买车更多买的就是一个面子 不管这辆车是什么价位 车主开出去必须要撑其场面 而旅行车的设计注定它在很多人眼中是平庸的 不管你的旅行车多贵 在很多人眼中 可能也就是10万级别的车 最好的例子就是奥迪R4 一辆上路100万起步的车 涨了一个20万级别的外观 很少有人愿意接受 第三个原因就是选择性了 由于咱们中国汽车消费者长期以来对旅行车的冷淡 甚至可以说每上市一款就立即被打击冷宫 就所以不管是合资品牌还是国产自主品牌 在国内市场上对旅行车都是避之不及 长此以往 很多汽车市场上的旅行车车型是越来越少 对那些喜欢旅行车的人来说 如果不能选择一款新一代 那宁愿买轿车 大家觉得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